有時候都是失言很多 或是做錯很多的事情 沒有一個人會喜歡 大家不是講說 台北市這次是摳連嗎 沒關係 這個確聽案對選情的影響 江春藍先生今天是這樣寫 他説科辦發生的確聽案 真相逐漸浮出 這可能就是一件 疑心生案軌的烏龍案 但是連營見烈心細 蔡正元加碼演出 以涉嫌誣告 意圖使人不當選的罪名 劇狀控告柯文哲總共五個人 這個動作對連營文的選情 不會加分 不過連營人多勢眾 做困醜成 賢者也是賢者不如找點事做 他說身為總幹事的蔡正元 製造的問題不必解決得上 總要幹點事 對連營文的減分比加分多 他沒有意圖使連不當選 但從效果來看 似乎其實就是要讓連不當選 所以連營文應該去告蔡正元 意圖使人不當選 他又說 現在圍繞在連營文身邊很多人 張牙舞爪 愛之四足以害之 各種原型傷害連營文的形象 傷害最大的是蔡正元跟羅淑蕾 還有費鴻泰好伯春跟蘇清泉等人 因為最後都是奉連營文的名 他說連營文沒有信心的候選人 本身不好推銷 只好大量負面文圈 到處挖牆角 找漏洞攻擊別人 偶爾也得逞 但通常會令人反衛 最後就造成衛食道逆流 哈哈哈哈 灰銷心 不灰最近這種蚵子 公國很肝 不幸的是 連營文反其道爾賢 根本沒有戰略可言 本身沒有什麼可推銷的東西 只好忙著找柯P的小把匾 看他在醫院有沒有歪割 有沒有逃漏稅 有沒有販賣器官 有沒有活摘器官 跟民進黨有沒有案盤交易 現在又在確定案上大做文章 在老鼠尾巴中找真相 在鑰匙洞中尋找陰謀 他說柯的選戰 柯在主導 但連的選戰 連不能主導 這有道理喔 最後誰會當選 還不知道 不過有一件事情已經知道了 就是柯文哲當選 柯文哲當市長 但是連勝文當選 誰在執政恐怕就不那麼確定了 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 蔡智元執政啊 怎麼說不確定 連勝文自己接受專訪有承認過 就是主持人問他說 你為什麼選舉打到現在感覺很辛苦 他說長輩們 把選舉想得太簡單 長輩們 所以他也證明說 他的選戰不是他在主導 別忘了蔡智元有成立那個 當時市長競選辦公室喔 競選總部喔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連陣營的人上電視或是出來講話的人 都已經換一批了 對 原來那一批都不見了 而且這批人真的形象比上一批人要好太多了 有人講說一開始就這批人出來也不用打那麼辛苦 對 上次碰到他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早點出來 你們這場選戰不用打得這麼理力讓老那麼辛苦啊 結果他們就在開銷 就在偷笑 那也不敢回答啊 今天有一個人出來寫一篇文章 我覺得他寫得真的很好笑 他說連戰說 我像權貴嗎 我一天吃兩餐睡七小時 他說這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一個超級模特兒 他說討厭我又吃多了 我昨天吃了兩根西芹 還有四根紅蘿蔔根 還沾了一點醬 然後他又說 他說他的朋友是富豪 富豪在某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101附近有一個游泳池 然後他說他在那邊游泳的時候 連戰也去游泳 這是真的喔 然後連戰去游泳的時候 身邊都圍了一堆水戶 他說結果連戰在 水戶也要下水喔 沒有 有一個人 有人在旁邊 有人在旁邊 說連戰只要 你要游泳池是一個 如果標準池50公尺 有可能25公尺 游到那個邊邊的時候 他說水戶就會在那邊 把牆壁擋著 不要讓它撞到頭 他說這個 他說他自己是富豪 他說這個就是富豪跟權貴的差別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你敢有什麼 有人幫你擋 一下子他可以請一個人 可以幫他擋一下 他的水戶還是國家配的嗎 不是已經用完了嗎 他還是可以 用特殊身份 用頭可以 其他身份或特殊身份的人 可以申請 只要政府同意 總統 基本上是總統只要指明 因為國安特勤條例有這個規定 只要總統認為重要的人 需要保護就可以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見 好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我們開始 先玩 畫畫畫 他們其實 Joseley你們好辛苦喔 想要找人連署 這一桌都沒有內湖南港區的 對啊 因為我們都沒有住在 黑壓壓的地方 對啊 我們喜歡光裡面 張璇的哥哥也知道這個活動 我覺得他們的宣傳真的好成功 這是張璇的哥哥 焦原譜在臉書上寫的 他說他有一天到內湖區的 戶政事務所去洽工 那剛好在他前面呢 有一對新婚夫妻 去辦結婚登記嘛 那登記的時候 然後這個先生就問太太說 那你要不要把戶口 簽到內湖來 然後太太問 那我簽到內湖有什麼好處 就那個戶政事務所承辦人說 你可以連署罷免蔡政事務所承諾 好處 就後來 連公務員都知道 完蛋了 就陷害那個 後來這個鄉民反應很兩極 有人說你公務員 怎麼可以介入這種事情 可是有人說 公務員本來就應該把 市民應有的權利義務都告訴他 對啊 因為你簽到內湖 因為這個是只有內湖跟南港的市民 才有這個權利可以罷免蔡政事務 像我們想連署都還不行嘛 所以我覺得證明說你們那個宣傳 真的太成功了 那個戶政事務所的公務員 也可以這樣講說 你來這邊如果有民進黨的立委 議員辦這個做不好 你也可以罷免他 這就是你的權利 應該這樣子 蔡政源 蔡政源其實包括很多藍營的人 蠻討厭他的 這個恐怕是蔡政源自己 這個夜藍冷靜的時候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會拿到第一名 夜藍不會冷靜 都會失效業 因為跑國民黨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跟很多 黨工或退休黨工 其實私底下都有聯繫 那其中有一個在退休黨工裡頭 其實聯誼會裡頭 還滿有角色的一位朋友 就私底下跟我講說 那個蔡政源我看就討厭了 也就是說今天 晚上贏他就沒人 對 晚上贏他就沒人 你說什麼 那誰推薦 連什麼呢 連戰 連戰很喜歡蔡政源 你想想看2004年連戰選總統 蔡政源就是文傳會主委 對 你要知道 掌握文宣機器的這個重要工具 就表示其實當時 連戰是非常信賴蔡政源 好 那舅舅 所以我們如果說有人有興趣 去投票的時候禮拜六 他們怎麼連署 表格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目前由中選會所給我們的表格 是長這個樣子 在這畫面中這樣子看到的話 一張填七個人 對 大家可以看到一張填七個人 本來是一張一個人 對啊 這邊現在 現在這表格格式比較麻煩的地方 是在於說 現在這表格格式比較麻煩的地方 是在於說 因為它這樣一張七格關係 所以說第一個填完之後 第二個填的人 就會看到第一個人資料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會使得第一個人不太敢填 那也會使得第二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填的人 這時候可能會侵犯到相關的格式法 你就會知道誰有來填 那為什麼不要一張一張呢 因為這格式是中選會給我們的 然後當時我們在 中選會剛改啊 我覺得它是針對你們改的 因為新北市的就是一張只填一個人 對啊 去年的時候只是長這樣 去年由憲法133在弄的時候 好 美容大哥 被子 好 喔 對 像這是去年由憲法133的時候 這是他們的格式 在這邊的話一人一格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第一個它不會侵犯格子法 那第二個則是說 今天對於年紀比較大的 爺爺奶奶那一格子人 格子比較大 比較好填 可是那這就不一樣了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就還蠻小的 如果說是只有 對這樣 第一個就真的格子很小啊 所以說實際上光是我們自己 志工自己可能年輕人填的時候 也可能會很填失敗超過格子 可是超過格子的話 中選會就會把這張剃除了 這張就不算了 所以這是一個技術阻撓嗎 對 技術犯規 在這邊是一個技術阻撓 而且 拜託你等一下 我講一下 我覺得就說 柯文哲講那個為什麼很重要 就以後的公務員只服務人民 對 不服務任何政黨 不為政治服務 不為政治人物服務 中選會竟然去刪除 那個林佳龍的政見 為什麼 因為林佳龍寫說 那個調查會啊 說胡志強的執政調查會啊 這個 如果他選這個 他寫這個事情列為政見 胡志強覺得他受到了誹謗 他可以告他 對啊 沒錯 中選會你只是 接受人家的政見 你不可以去刪除 你什麼 你是審查機關啊 你是警總啊 你知道嗎 他說我沒有刪除 我只是不予堪登啊 他說我只是不予堪登 如果涉及判亂犯罪呢 沒有 那也不是你 你如果涉及是那個判亂什麼犯罪 那個選爸爸有明確規定 他是正面表列 就是哪一些是不可以寫的 但是這個並沒有在裡面 我說這個市長的政績 過去的民調都調查位 這個哪裡是什麼 什麼 你可以把我拉掉 並不是毀謗 並不是毀謗 沒有 而且有沒有毀謗 也是法院在判定嘛 它是事實啊 當然是事實啊 當時台中市選委會刁難的理由是說 墊底應該指的是最後一名 可是他說胡志強 不是每年都最後一名 有時候是倒數第二名 那也不是你能審查的啊 因為最後一名很明確都是張通榮 對啊 那保障名額啊 倒數第二 第三這樣子 不是 你知道嗎 然後台北市 不然你台中市的選委會 如果真的公正 你就寫說胡志強是墊底第二名 你不要改房 人家改房說不是嘛 加註解就對了 人家講說我不是刪除啊 我是不予刪登啊 不予刪登就不是刪除啊 你是在 是侮辱智商嗎 我們剛剛說我們平均多少 100 這個 他以為我們只有50 這個已經侮辱100 更好像是 那天誰拿出來一張 台北市議員的公報 你們都沒注意看嘛 那個27號 我記得是27號那個人 證件來 他把上面所有議員 通過罵一頓 譬如冷昭雄選 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那個什麼 許家欣怎樣怎樣這樣 藍綠議員通過罵一頓 那個通過了 是嘛 你可以罵 如果我覺得受辱 我可以告你 對啊 沒錯 但那是你的證件我要尊重嘛 那證件就是罵人嘛 對 那是不是事實不知道 然後台北市就是他登了 對 因為那個是 因為其實是 選包法是說你要自行負責 對啊 自行負責 透露一下喔 最近有個趙遠慶票一直在增高喔 大家想要幫他 上山東小選這個 大家想要幫他